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最近我们一直讲的一个话题就是美中之间的对抗 美中之间的对抗其实有很多军事对抗的元素在里边 那么过去曾经有听众在我们的电台留言当中问说 最近有一些美中关于军事上对抗这些相关新闻 为什么没有分享 因为每天发生的新闻太多了 特别是这个时段 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顾及到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看看 美中之间对抗在军事元素方面 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 讲到这个军事对抗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很多兵法 比如说孙子兵法 鬼谷子兵法 三十六计等等 那么在美中对抗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看到美中对抗之中 有一些诡计跟兵法的存在呢 我们知道如果是计谋运用的好 是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的 那么我想美中在对抗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军事对抗的过程当中 肯定让我们看到很多诡计的存在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美中之间的对抗有什么诡计 甚至有什么连环计 让我们在最近发生的新闻当中可以解读出来 第一条新闻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有一个智库叫南海战略态势赶之 那么这个智库呢 最近在微博上就发布了一张 他们所获取的信息 这个信息是在10月25号到26号 美国海军一艘叫马利西尔斯号的测量船 在东沙群岛的东沙岛附近正在活动 那么对附近的海底进行了一个快速的测量 然后就撤走了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在两岸都引发了震动 为什么这个新闻会引发震动呢 关键这艘海军测量船所停靠的位置 东沙岛十分敏感 东沙岛在地理上说 它是东沙群岛的一个主岛 那么现在为中华民国实际控制 这个岛过去在主权上 有过不同时期 不同的占领者 比如说英国人占领过它 后来日本人占领过它 不过现在是在中华民国的实际管辖之下 那么从这个行政区域上划分 它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高雄市 那么在岛上有相当多的军事设施 甚至有一个机场 据说这个机场经过改造之后 一定数量的军机已经可以从这里起飞了 那么当然还有码头 东沙岛上还有中华民国的国军 在上面有若干兵力的驻扎 这个东沙岛最近一两年 成了两岸关系当中的一个敏感点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敏感点呢 因为有一种说法说 如果中国发动武统台湾战争的话 直接攻击台湾本岛 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之前我们讲过了 这个中国如果发动武统战争 有十大好处 这是号称习近平的国师金燦荣所说的 之前休基这节目里面也讲过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发动武统战争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其中就包括能够拿到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高科技的这个生产基地 还有高科技的人才 那么当然也有些听众在YouTube上留言说 哪有这么容易难道台湾不会把他们撤走吗 其实我说有可能并不代表一定 但是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决心攻下台湾 而拿到台积电的相关设施跟人才的话 你一定会根据你这个目的 会制作一个作战计划 所以这个作战计划的目标实现过程当中 你肯定会用一切手段 能够保证你达到这个目标 真正发动武统战争会不会像金灿荣所说的 拿到十大好处呢 未必 只是我们说中国大陆方面肯定有这个打算 但是一旦把这个武统战争的战火烧到了台湾岛 很可能会在一些偶然的这个因素诱发之下 令到台湾岛的一些 中共觉得应该拿到手的东西化为无有 比如说台积电的厂房被炸 比如说台积电的先进设备被炸 若干若干的损失 可能会令到中国达不到目的 那么所以呢中国大陆发动武统战争 其实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不直接攻击台湾本岛 有两个重点的攻击目标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彭金马 彭金马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是个非常容易拿下的一个目标 因为彭金马特别是这个金门岛上 民众跟这个中国大陆小三通大三通之后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经贸联系人员之间来往 太过密切了 在这个金门岛上有很多人觉得 和平统一是他们的目标 所以如果中国军队去占领彭金马的话 首先从地理的位置上讲 这个彭金马的地理位置跟中国大陆非常接近 那么军事上呢比较容易达到目的 而岛上的居民的心态呢 好像也更加愿意统一 所以彭金马是一个攻击的目标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东沙岛 如果攻击东沙岛的话 东沙岛离台湾比较远 它处在台湾本岛的西南部 台湾军队想持援东沙岛的话 有很多困难 如果中国能够迅速拿下东沙岛的话呢 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 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拿下这个彭金马或者东沙岛 对台湾岛内产生一个震慑的作用 也对国际社会产生一个震慑的作用 让大家看到中国武统台湾的决心 如果这种震慑的作用 在台湾内部的政治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 令到台湾岛内的这个政治力量分化的话 那么恐怕就不用直接把战火烧到台湾岛了 所以这是东沙岛跟彭金马 这些在地理位置上虽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岛有这么敏感意义的原因 所以因为这样 这是美国的海军测量船出现在东沙岛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那么是不是说美军的测量船在东沙岛附近做了一个快速短暂的测量 就说明中国大陆的军队真是有可能攻击东沙岛呢 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东沙岛确实是以它的地理位置是义工难守 如果中国真是要发动占领东沙岛的军事行动的话 恐怕岛上的守军以现有的实力 很难能够阻挡住中国军队登岛 东沙岛我们刚讲了 虽然它有机场有码头也有若干国军的驻扎 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存在是非常弱小的 我想一个航母战斗群 比如说山东号 比如说辽宁号 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这个实力 就足以令到中国可以轻易的占领东沙岛 一旦中国占领东沙岛之后 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都很难军事干涉 因为这毕竟是所谓的中国内部事务 美军跟这个日本军队 如果想要把占领东沙岛的中国大陆军队赶下去 恐怕在法理上没有太多的借口 那么攻击台湾本岛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海军测量船出现在附近的海域 就说明最近中国大陆军队有可能去攻击东沙岛 那么再有一个原因 是海洋测量船针对的目标 是海底的这个地貌 它跟这个岛上的军事防卫力量 没有太大的关系 如果是岛上的军事防卫力量明显加强 或许还能够说明是中国大陆军队 有可能最近攻击东沙岛 但是一个海军测量船的出现 它冲鞋量针对的目标 是附近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貌 跟岛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么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大陆军队想攻击东沙岛 从而引致了美国海军测量船在附近出现 那到底什么原因令到这个美国海军测量船出现在附近呢 其实我们知道美国海军测量船在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个相关的作业 这是一个常态 比如说今年据不完全统计 就大概有五艘美国的海军测量船出现在南太平洋上 而这是美国的海军测量船出现在这个敏感海域呢 令我想起了前不久发生的另外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大家可能还会有印象 这就是美国海军海狼级的潜艇抗乃迪格号 在这个海上据说撞到了一个不明目标 那么这个新闻跟这次美国海洋测量船出现在东沙岛有关系吗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抗乃迪格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话说这个海狼级的抗乃迪格号啊 在海上撞到了不明物体 而这个海狼级的潜艇呢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是个特殊的存在 首先它建造的这个时间呢 是在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对付苏联的海军力量 就建造了这个海狼级的这个潜艇 这个海狼级的潜艇啊 有个特点就是它比较庞大 并且呢 它的这个噪音比较低 在海底航行的这个时间比较长 所以当时美国海军建造了这个海狼级的潜艇呢 就是为了对付苏联所用的 这个海狼级的潜艇啊 特别要说的是 它并没有那种随直发射的这个潜射导弹 它主要装载的呢 都是这个简称为MK的鱼雷 这个MK鱼雷 大家还记得前不久 美国还出售了好像几十枚这种鱼雷 给这个台湾的海军 那么目前这个潜艇呢 在世界海军来说 还是处在一个先进的地位 那么这个潜艇到底为什么会在海底撞击的不明物体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坡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讲的是美中之间的军事对抗 那么一些相关的新闻 值得我们关注一下 上一节我们讲到美国的潜艰 在南太平洋某国地区发生了碰撞 那么这次这个康乃迪格号发生了碰撞之后 出现了很多很奇怪的现象 第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这个军潜舰撞了之后呢 他一直等到这个潜舰回到基地了 才对外发表了消息 这也是三天前的事情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具体撞船的位置 美国一直没有具体的透露 并且在这个海底到底撞了什么呢 美国也含含糊糊 那么其实美国海军队在海底撞了什么 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这都不是最奇怪的 最奇怪的是什么呢 最奇怪的是美国对这个康乃迪格号 在海底撞击了不明物体 美国是轻描淡写 只是说我们的潜舰在这个太平洋海域 在什么什么大概什么地方 撞了一个不明物体 那么有大概若干个船员受伤 船体的某一部分的受伤 就没有讲太多了 但是最关心美国这个潜舰撞到什么物体的 反而是中国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多次在这个答记者问的场合 一直向美国追问 你到底的这个潜舰是撞击了什么东西 还有在哪里撞 那么并且撞击之后 潜舰的这个损伤情况到底怎么样 有没有核泄漏 中国外交部为什么对这个美国潜舰发生碰撞 这么关心 远比美国政府更加关心呢 其实中国政府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潜舰到底在哪里发生了碰撞 这个潜舰发生了碰撞之后 到底它撞到了什么 其实外界很多猜测 比如说是不是中美两国的潜艇 在海底互相追逐或者跟踪过程当中 发生了碰撞呢 这种事情啊 以前在美苏的争霸的时候 曾经有发生过 通常这种情况都是苏联的潜艇 为了避免美国潜艇的跟踪 来个突然大转向 令到美国的潜艇啊 猝不及防 撞到了苏联的潜艇 当然这种碰撞是 虽然很激烈 但是不会有太大的损伤 碰撞之后呢 双方的潜艇都会浮上水面 所以这次美国的 这个海狼机的潜艇 在海底到底是不是跟中国的潜艇 发生了碰撞呢 很多都有这样猜测 我个人觉得 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我们刚讲了 过去苏联跟美国的潜艇对撞之后 双方都会马上浮上水面 因为潜艇的对撞 我们看过车与车之间对撞 我们知道 无论哪一方有理 哪一方主动 哪一方被动 两台车都会有损伤 如果中国的潜艇 跟美国潜艇相撞的话 美国潜艇会受伤 中国的潜艇也会受伤 一般在海底 潜艇发生这种事故 第一时间应该浮上海面 因为这保证了潜艇上面 官兵的安全 这是美国的这个 康乃迪克号也是 他发生碰撞之后 马上浮上了海面 然后呢 在他回基地过程当中 一直是在海面航行 所以 如果说这次是潜艇之间的 对撞的话 可能性不大 因为我们没有看见 中国的潜艇浮上水面 第二个 是不是撞到了 无人潜水器呢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这种几率非常小 我们知道无人潜水器 一般是用于这个 海底的测量 或者一些 对一些军事目标的 这个侦查 那么这种无人潜艇 非常小 它个头非常小 在茫茫大海当中 一艘潜艇 要跟它发生碰撞 这个几率 我想基本上是一个小行星撞到地球 这样的几率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有人说 是不是转井平台 是不是沉船 转井平台 一般都在相对固定的海域 美国的这个潜艇 不会不知道哪里有转井平台 沉船呢 就更加不可能了 如果是年代久远的沉船 美军的这个海底测量 早就知道沉船在什么地方 最近也没有发生大的沉船事故 所以这个沉船也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美国的这个海狼级潜舰 在海底发生的碰撞 有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找到答案 其实美国海军的潜艇 在海底发生碰撞 过去有碰到了这个海底的山脉 在2005年的时候 美国的洛杉矶级的潜艇 旧金山号 就在太平洋的中部 撞到了海底山脉 当时造成了一人死亡 一百多官兵受伤 这次这个旧金山号 为什么会撞到海底山脉呢 据说当时他用了一张旧的地图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问 既然说这个海狼级潜艇 到目前为止 还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潜艇 那么应该 他对周围的物体的侦测 应该是非常先进的 为什么他居然没有看到海底有山脉呢 其实如果你知道 什么叫主动声纳 什么叫被动声纳的概念 你就会知道潜艇 其实在海底航行的时候 特别在战备状态的时候 它撞到海底的山脉 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我们说主动声纳 就是潜艇向外发出声纳 通过这个声纳的侦测 能够找到对方的潜艇 但是我们知道 在海底的时候 潜艇为了跟踪对方的潜艇 或者执行战备任务的时候 它一般不会主动放出这个声纳 因为如果你放出主动声纳的话 这个声纳也可能会被 敌方的潜艇接收到 等于暴露了你自己的位置 那么所以一般潜艇 在战备的时候 用的是被动声纳 什么叫被动声纳 就是我不对外释放声纳 但是我打开我的设备 我会接纳其他潜航器发出的声纳 那么我就知道对手在哪里了 只有对方的潜艇 或者是其他的海底航海器 比如说无人潜艇 才会发出这种声纳 而海底的山脉 是不会发生声纳的 所以如果当潜艇 关掉了主动声纳 打开这个被动声纳的时候 它当然不可能接收到 海底山脉 给它带来的任何信息 那么大家就要问 如果是这么危险的话 那么潜艇 怎么样避免在海底撞到山脉呢 很简单 因为潜艇上有海底地图 潜艇在海底航行的时候 它对这个区域的海底的 这个整个地貌 是应该有一个地图的 所以它能够避开 海底的各种自然的障碍物 包括海底山脉 但是呢 我们刚讲了 旧金山号之所以发生撞船事件 是因为它用了1989年的旧地图 大家不要以为啊 海底的山脉 或者海底的地貌 是一成不变的 其实海底的这个地貌 是会经常发生改变的 比如说海流会令到海底的地貌 发生改变 并且呢 地壳运动也会引起 海底的这个地理发生改变 大家可能在网上 有看到这样的图像 一艘船在航行道 它比较熟悉的海域 突然在这个航道上 出现了一座小山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也许是海底火山爆发 也许是其他的这个地壳运动的原因 所以令到过去 你很熟悉的这个航道上 会出现突然的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 这次康乃迪格号 在海底发生了不明的碰撞 是不是也因为 他所活动的区域范围之内 海底的地貌发生了变化 而康乃迪格号 在他的这个海底地图上 并没有发现这个变化 所以他撞到了一个不明物体 那么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美国的海军测量船 会出现在东沙群岛附近 那么如果我这个推测是真实的话 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美国海军的潜艇 在东沙群岛 在东沙岛附近有活动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当美国海军的潜艇 发生碰撞之后 美国方面好像不太在意 而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 追问美国这个潜艇 到底发生碰撞之后的一些细节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关心 你有没有核泄漏 到底撞击了什么物体 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 你到底在哪里发生了碰撞 因为知道具体发生碰撞的地点 等于中国知道了 美国海军的潜艇 经常在哪里活动 好了 如果我们这个推测是对的 美国的潜艇 已经在东沙岛附近活动了 这就给中国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威胁 就是未来 如果你想占领东沙岛的话 可能就会有相当大的风险 大家试想一下 表面上看 东沙岛是一个军事实力 并不强的一个这样的防卫状态 那么如果中国要攻占东沙岛的话 上一节我们说了 只要出动一个航母战斗群 就可以轻易的占领东沙岛 这是表面的现象 但是如果在东沙岛附近的海底 有美国这么高等级 这么先进的潜艇存在的话 这对中国的航母战斗群 是个非常大的威胁 因为海狼级的潜艇 我们之前介绍了 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噪音非常小 不易被对方侦测到 还有它拥有大量的鱼雷 这些鱼雷并且可以装上核弹头 本身如果这些鱼雷 哪怕不装核弹头的话 它都是攻击航母的最有力的武器 那么如果中国的航母战斗群 想夺取东沙的话 而美国的潜艇 又存在在这个海域之内 从逻辑上讲 美国的潜艇 可以随时对中国的航母发动攻击 中国想夺取东沙 在海底会受到巨大的军事威胁 我想这才是 这是美军的海军测量船 为什么在东沙附近出现的 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它也想知道 到底我在这里撞到了什么东西 从而让康乃迪克号出现了损伤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一节我们说 这次美国海军的康乃迪克号 发生了不明原因的碰撞 好像中国政府比美国军方更加紧张 一直在追问美国 必须把这个潜艇撞击事件 做一个清晰的交代 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其实中国最想知道的是 到底美国这个潜艇 是在哪里发生的碰撞 因为如果这个美国潜艇 在哪里发生碰撞 中国政府清晰知道的话 中国大概知道 美国在海底的军事存在 是个什么样的布局 那么我们推测 如果这个美国的 康乃迪克号发生碰撞的地方 是在东沙岛附近 那么这就影响到中国 可能对东沙发动的 这个军事攻击 如果中国对东沙岛 发动军事攻击的话 它很可能使用的是 一个航母战斗群 而这个康乃迪克号 如果在附近存在 它身上所佩戴的武器 专门就是针对航母的攻击的 这个MK鱼雷 如果对航母发动攻击的话 对航母是个致命的打击 那么就是说 美军不希望中国 在东沙岛发动一个夺岛战争 如果中国连东沙岛 都夺不下来的话 在台湾岛内 在国际上 谁还会相信 中国能够轻易的占领台湾呢 所以这个事件 我想对中国是个 非常大的刺激 它必然会刺激中国 在发展军备方面 跟美国展开竞赛 那么如果美国的潜舰 出现在东沙岛 中国的反潜的武装的实力 要如何的增强 才能阻吓美国的海狼级潜艇 或者其他级别的潜艇 在东沙海域附近存在呢 我想这是中国面临的 一个军事挑战 所以这个结论 我觉得应该是 美国这次的行动 肯定会刺激中国 跟美国在军事上 比赛加大投入 换句话来说 美中的军备竞赛 很可能就会在近期发生 其实我们看到 最近相关的新闻 很明显 美国正在把中国 往这个军备竞赛的道路上引 哪一条新闻 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最近美国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公开的说 中美之间 很可能会出现 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讲的是什么 其实斯普特尼克 是当年前苏联 发射的一个人造卫星 我们知道在二战结束之后 美苏两国就先遇了冷战 所以在冷战期间 美苏两国一直在进行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的打响的第一枪 就是米利所说的 斯普特尼克时刻 斯普特尼克是苏联 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在发射人造卫星上 苏联比美国更加领先 所以说所谓的 斯普特尼克事件 就标志着 美苏两国进入了军备竞赛 美苏两国进入 军备竞赛之后 有很多很多军事设备 让人眼花缭乱 比如说原子弹 轻弹 中子弹 后来的登月计划 太空飞船 最后一直发展到星球大战 这些军备竞赛 最终令到苏联的 国力跟经济实力被耗尽 从而出现了苏联的解体 而现在美国想把中国 拖入军备竞赛的过程当中 很明显 美国的目标也是希望 中国像过去的苏联一样 在军备竞赛当中 把自己的国力消耗殆尽 然后出现一个内部的变化 那么美国以什么为借口 作为一个斯普特尼克斯科呢 米利将军所说的 这个斯普特尼克斯科 讲的就是中国前不久 试射了一枚超音速导弹 这个中国试射超音速导弹 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 中国反正对这个事情否认 说没有 那只是一个普通的航天器 而美国说有 那就是一个超音速导弹 超音速导弹 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过 它基本上它的概念 就是超过音速的五倍以上的 这个导弹 被称之为超音速导弹 那么米利将军 在这个公开对外讲话当中 他说中国肯定在前不久 试射了一枚超音速导弹 而这个事件呢 标志着中国的超音速导弹技术 已经超越了美国 或者有可能超越美国 所以美国现在开始 要重视中国的军备发展 中国的超音速导弹技术 真是超越了美国 或者有可能超越美国吗 我认为啊 米利将军 很明显在胡说八道 米利将军本身就是个 很善于说谎的人 大家还记得 那个华盛顿邮报记者 前不久 冲的那本书 《危机时刻》里面讲到的 这个米利将军 跟中国的高级将领 通电话这个事件呢 好像米利想 似乎告诉全世界 当时美国十分危险 川普有可能发动一场 对中国的战争 事后证明 米利在说谎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也在说谎 那么为什么修杰认为 中国的超音速导弹的技术 还没有超越美国呢 大家还记得 前总统川普成立的太空军吗 无论我们现在 怎么样评价川普 在川普任内 成立了美国 一个新的军种 太空军 这一点啊 令到川普 在美国的军事史上 是再入史册了 那么川普成立太空军 之后没多久啊 川普就对外说 我们拥有一件 很棒很棒的武器 这是美国最高的军事机密 其实川普 给你说机密啊 就说明这个事情 已经不是机密了 因为他那个大嘴巴 是什么机密 都能够讲出来的 川普所说的 美国拥有很棒很棒的武器 在川普年代 美国军方就已经成功的 试射了超音速导弹 并且川普当时告诉公众说 美国所试射的 这个超音速导弹 要比俄罗斯 试射的要先进的多 是俄罗斯超音速导弹 这个速度的几倍 可见呢 美国当时的超音速导弹的技术 已经很成熟了 我们且不说 中国这次发射的 到底是不是一个超音速导弹 哪怕是的话 中国在发射超音速导弹 这件事情上啊 最起码是比美国晚了两年的时间 那么再有就是这个超音速导弹 中国的超音速导弹 到底这个超过音速多少倍呢 这些技术参数 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 因为中国根本就不承认 自己发射了这个超音速导弹 超音速导弹 从它目前的这个技术含量来说 应该还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 虽然很多国家 包括这个北韩 都声称他们发射了超音速导弹 其实所谓的超音速导弹 刚才我们讲了 最起码超过音速的五倍 才能被称这位超音速导弹 而超音速导弹 最大的好处就是快 它快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 可以躲过现在全世界 所有国家所掌握的导弹防卫系统 我们知道导弹防卫系统 现在最先进的 应该是美国跟俄罗斯 两国的导弹防卫系统 如果超音速导弹 能够突破美国跟俄罗斯的 导弹防卫系统的话 那么未来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拥有超音速导弹的国家 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击 另外一个国家恐怕就很难防范 但是除了俄罗斯跟美国 发布了超音速导弹的 音速的具体参数之外 中国没有讲 它的超音速导弹到底有多快 所以在这一点上说 我们很难相信 中国的超音速导弹 已经比美国更加先进了 那么为什么米利将军 在这个时候要向公众说 中国的超音速导弹技术 很可能已经超越美国呢 其实很简单 这就是美国试图 把中国往军备竞赛的道路上引 因为军备竞赛 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金钱的 当年的前苏联 就是因为跟美国展开军备竞赛 所以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经济崩溃 那么现在很明显 拜登政府以及美国的军方高层 米利将军 试图把中国往这个军备竞赛道路上引 说中国的这个超音速导弹 已经达到了超越美国的水平 很明显就是在国际环境之内 制造一种恐慌 如果中国的军事技术 超越了美国的话 那么恐怕紧张的不是美国军方 包括北约 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 都要感觉到巨大的军事威胁了 而米利将军给中国的超音速导弹 提高到这么一个层次 也让中国感觉到 自己只要再努力一把 就有可能在军事实力上超越美国 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 真正能够超越吗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美中之间的这个军备竞赛 我们从目前最近发生的 几起新闻来看 很明显现在美国是有计划 有目的的把中国引到军备竞赛 这个道路上 那么如果中美展开军备竞赛的话 中国有可能战胜美国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说从财力上讲 如果我们把美国形容成一个世代的富豪 那么中国就是个刚刚进入富裕行列的爆发户 中国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 积累了相当大的财富 但是这个财富跟美国相比 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的 虽然说中国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即使中国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这个庞大的经济体 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的结构 跟美国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美国的经济体跟中国的经济体相比 美国的经济架构更加稳固一点 而中国现在还是依赖出口来创造外汇这样一个经济体 所以当这两个经济体发生军事竞赛的时候 双方为自己的军备所提供的经费应该还是有一定落差的 那么米利将军在讲到中国有可能跟美国已经出现了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这样的状况 说他说我们不能看待中国的军费跟美国有太大的差别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指表面上看美国的这个军费开支的数字要比中国大 但是中国现在虽然公开的军费开支的数字是这样 其实他还隐藏了很多看不见的军费开支 那么这就令到美中之间在军费开支上并没有太大的落差 米利将军这句话是一箭双雕的 除了米利将军想把中国引上军备竞赛的道路之外 米利将军这句话也提醒了美国国会的议员们 在下一个财政年度要给美国军方拨更多的军费 这是一个附带的目的 中国的军费开支是不是跟美国没有太大的区别呢 中国的军费开支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看不见的军费开支 我想米利将军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说错 首先中国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庞大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已经有两艘航母了 两艘航母当中一艘是从乌克兰买回来的 一艘是自己建造的 但是其实根据新闻报道 我们看到中国正在海南建造另外两艘航母 美国的媒体在报道中国建造的两艘新航母的时候 特别煞有介事的说 中国建造的两艘新航母可比美国的福特级航母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是美国现在拥有最先进的航母 中国现在正在建造的国产航母 真是能够达到福特级这个水平吗 如果你了解美中之间的科技水平 你就知道其实中国的航母 从科技水平上很难跟美国的福特号相比 但是这个报道也说明了 中国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 尽量想跟美国的福特级航母能够看齐 能够达到同样的战力 这就需要中国在建造航母上投入更多的资源 两艘航母的建造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在建造航母过程当中 中国肯定在军备上还会有其他的开支 比如说我们刚讲到的发展超音速导弹 那么无论是发展超音速导弹 还是建造航母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开支 美国有些媒体就直接指出 其实超音速导弹看起来好像十分先进 看起来好像能够攻破 现在目前所拥有的导弹防卫系统 但是超音速导弹在未来实战的时候 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用处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现在的军事较量 可能在超音速导弹方面 并不能主导最终战争的结局 所以超音速导弹即使拥有了 并不能够让中国拥有绝对的优势 其实这种说法我觉得很容易理解 比如说你有原子弹 你觉得你掌握了战争的话语权吗 未必在全世界还有很多国家拥有原子弹 所以超音速导弹 未必是决定战争未来胜负结局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是它可以让中国消耗大量的财力 今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米利将军说 中国的超音速导弹如何如何的厉害 其实就希望中国在发展超音速导弹方便 继续投入 当然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航母 除了美国不断的在这个军事设施上给中国施加压力之外 最近我们也看到在台海问题上 美国也把中国往这个军备竞赛的道路上引 之前我们讲过了 过去美军在823炮战的时候 有两位美军军官阵亡 以当时中美敌对的状态 美国都没有把这个事件向公众公开 而现在美国已经公开说 美军已经在台湾帮助中华民国的军队训练了 而最近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接受CNN访问的时候 也公开承认了有美军在台湾帮助中华民国的军队训练 那么并且蔡英文在这个接受CNN访问当中 还踩了习近平很多的红线 比如说不惧怕中国的这个武力威胁 愿意跟习近平坐下来对等的会谈 那么无论是蔡英文接受CNN的访问所释放出来的言论 还是美国承认在台湾已经有军事实力的存在 这会给中国大陆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呢 我想这会令到中国大陆的领导层产生这样的感觉 武统台湾如果再不及时进行的话 恐怕以后就会更加困难 这个观点我在过去的类似新闻当中我讲过 那么如果不断的有这些信息释放的话 那么中国要及早对台湾进行武力统一的话 中国首先要解决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增强自己的军力 增强自己的战斗力 那么这就需要中国在军事方面有更大的投入 除了在军事方面投入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如何鼓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气 在未来的这个台海战争当中 依据击破台湾军队的防线 怎么样鼓舞士气呢 其实在今年年初 习近平已经给中国军队里边的军官大幅加薪 那么再有呢 最近中国又推出了新的政策 所有中国现役军人的配偶都可以享用免费医疗 这种政策推出啊 无疑就是想给军队鼓舞士气 那么我想这就是米利将军所说的 其实中国的军费开支当中啊 有很多隐藏的部分 那么包括这些提高军人的薪水啊 包括军人的配偶可以享用免费医疗啊 这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开支 如果你知道中国民众在医疗上 所花费的这个金额 你就会知道如果享用免费医疗的话 这是一个如何庞大的数字 这些庞大的数字 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所以总体我们今天讲到 美中两国的这个军事抗争过程当中 我们明显的看到 美国在用连环剂 这个连环剂是围绕台湾问题 围绕中国的国防安全 不断的让中国感受到 必须要增强自己的实力 要增大自己的国防开支 那么这样呢 美国拉中国加入军备竞赛的目的 就会达到了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背景啊 我们大概就知道 为什么米利将军 把中国的这个超音速导弹 讲的这么恐怖 为什么在这个南海发生了 美国潜舰碰撞之后 中国这么紧张 一直在追问美国 你到底这个潜舰撞击 是个什么原因 所以在这个军事抗争当中啊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轨迹 而美国现在对中国撕出的呢 很明显就是连环剂 而这个连环剂 会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今后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观察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让我们多多多多往 我不会打个300本 明天也有 Fayy SAP